你 你有没有想过两年前 他们会瞧不起你吗 他们都瞧不见你 是 今天是他们在饭桌上 指着鼻子骂你 那是因为他们在怕你 是因为你让他们 感受到了威胁 是因为你足够强大 我倒觉得这个时候 恰恰应该坐下来谈 好好谈 当下 刚涨这件事才能更稳妥 不是有那句话吗 生意场上 只有永远的利益 没有永远的敌人 当然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你 你要做那样的人吗 哪样的人 就是 让人害怕的人 那你怕我吗 我 分时候吧 分时候 好 你是不是想问 比如现在 我就是问你现在 现在胖吗 谁这么不长眼 喂 老大 干嘛 出事了 小学生被警察带走了 你赶紧找人问问 怎么回事啊